73岁大爷找了三个保姆都辞职了 保姆称啊大爷不要脸 大爷到底做了什么呢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述的这个故事 是前段时间一位网友发来的 他说呀他的邻居 那个73岁的大爷 连续找了三个保姆 结果呀都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因为他的要求呀太过分了 最后保姆都辞职了 并且还说大爷不要脸 到底大爷有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那么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 一起来了解一下 张大爷今年73岁了 说起来这个年龄呀确实也不算太大 张大爷是在几年前退休的 他以前呀是在煤矿场上班了 那个时候在煤矿场 做了一个后勤的工作 因为他这份工作也不太轻松 所以之后呀也是落了一身病 退休这几年他什么也没干 就想着好好的把身体调养一下 他的退休工资 一个月也就5000多块钱吧 虽然不高但是足够他们老两口花的 大爷的老伴是退休的护士 他的工资呢一个月也有四五千 原本呀老两口拿了这个工资 生活的也是挺滋润的 因为他们的小区都是在那个煤矿场退休的 同龄人嘛 大爷和大妈两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小伙伴 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舒适 每天喝个茶打打牌 然后坐在一起呀和他以前的同事聊聊以前的事情 生活确实是非常的惬意 但是就在前段时间 张大爷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非得找一个保姆来伺候他 为什么要找个保姆来伺候他呢 也是因为张大妈呀不愿意伺候了 因为张大爷这个人呀年轻的时候脾气就不好 张大妈那个性格温柔 他一般都不与张大爷发生争执 总是呀对他谦让 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吧 让张大爷呀养成了这个坏习惯 再有一个原因呀 张大妈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了 他呢想着老两口呀 只有一个女儿 因为那个时候在单位里边嘛 计划生意根本不允许多生 就这一个女儿呀 现在一直在国外定居 基本上也很少回来 虽然给他们老两口说了很多次了 让他们去国外生活 但是他们觉得呀还不如在家呢 在家里边呀生活多舒服呀 到国外人生地不熟的 甚至吃饭饮食都是一个问题 张大爷前几天跟他的小伙伴 去骑车玩的时候 不小心呀摔了一跤 因为年龄太大了嘛 其实当时摔的也没有多严重 只是摔了之后呀 这一条腿可能受伤了 走路比较吃力 再加上他呢比较害怕自己再次摔到 所以就不愿意再多走路了 每天就坐到凳子上或者坐到床边上 因为他没有办法动呀 所以他的吃喝拉撒全部都需要有人来照顾 起初呀张大妈把他照顾得非常好 无微不至的 照顾了没多长时间吧 张大爷的各种要求呀 让张大妈实在是无法忍受 他觉得能走路的时候 他那些要求呀我还能够容忍 现在他呢能走路却坐到床上不走路 还各种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要求 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和自己的女儿说起了这件事情 因为女儿也没有办法回来照顾他的父亲 毕竟在国外他也有自己的生活 也有自己的家庭 后来张大爷的女儿没有办法 就商量着 要不然给自己的父亲找个保姆吧 这样的话他的母亲也能轻松一点 因为他的女儿知道自己的父亲脾气不好 肯定是母亲实在是受不了的 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让他找保姆的 他女儿也想着呀 老两口工资那么高也花不完 留着呀这个钱也没有什么用 还不如干脆让他们提前享受生活呢 所以他的女儿呀就联系了自己的同学 在那个家的公司 投放了一个广告 想着呀招聘一个保姆嘛 能伺候他父亲和母亲的那个生活起居 这样的话老两口也没有什么 那个冲突了 当初呀 他找保姆的时候给人家说呀 钱不钱的无所谓 只要能把他父亲照顾好 能满足他父亲的一些要求就可以了 因为那个时候正常的工资呀 也就是四五千块钱吧 商大房的女儿直接说 那个我们家出六千块钱 想让能找一个合适点的 广告发出去没多长时间 就有人来面试了 因为女儿在国外不方便嘛 他就干脆直接让那个保姆 去家里边让父亲看一下 并且说呀 只要我父亲满意 我没做女儿了 没有什么意见 等到保姆去他们家的时候呀 这第一个保姆 大概也就是五十多岁吧 看着挺年轻的 因为家里边孩子上大学 需要用钱 没有办法 所以才出来做保姆 一看这个工资这么高呀 觉得就算辛苦一点也没关系 当他来了之后 大爷第一眼看着也挺好的 就留下来继续用 没想到人家干了三天之后就离开了 当家政公司问人家 为什么这么高的工资 还不愿意干了 人家摇摇头什么也不说 因为呀 不方便多问 家政公司呀 只能给他的女儿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就说呀 人家干了三天 就不愿意干了 当女儿问起来什么原因的时候 那个家政公司说呀 人家保姆不愿意透露什么原因 他呢 就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 他母亲只是说呀 有苦难言 也不能 也不知道 谁能满足你父亲的这种要求 他母亲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做女儿呢 也不方便 过多的去问也没办法 只能把工资提到八千块钱 再找人嘛 后来呀 又来了一个女士 大概四十五岁左右的样子吧 人家是那种专业高级护理师 他女儿一想呀 这可以呀 正好可以 帮父亲按摩一下腿嘛 有利于父亲腿部的恢复 人家来了之后 一看呀 这老头也挺干净的 就想着在这长期干 并且还答应他女儿说呀 我一年也就休息个五六天就行了 平时我就待在你们家 好好地把你父亲和母亲照顾好 你给我这么高的工资 我呢 一定会尽心呢 一定会对得起你的这份工资 接着呀 他就在这个家做起了保姆 那么高的工资 谁不愿意干呀 没想到他坚持了一星期 不管大爷的女儿再怎么说 人家就是不干 因为大爷说呀 这个保姆非常的好 并且给他女儿也说明了一下情况 这个保姆非常的专业 给他的腿呀按摩 现在腿呀 才一星期就感觉没那么疼了 他的女儿想呀 不知道人家为什么就不干了 干脆给人家加工资吧 就意思呀 我给你再加两万千万块钱的工资 一个月给你开到一万块钱 你留下来继续在我们家做保姆吧 人家也直接离开了 并说呀 你父亲这个要求 我实在是达不到 这个呀不是钱能解决的 这个钱不钱呢 我倒不在意 八千万块钱其实已经很多了 但是呀 我不能满足你父亲的要求 所以呀 我也不能拿你们这个工资 现在呀 你父亲的要求 我给你达不到 所以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们再另请高人吧 当问起来他父亲 是什么要求的时候 没想到人家也不愿意说 然后他女儿这没办法呀 肯定是要知道这个事情的原因嘛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就从国外请了几天假回来 专门来看一下到底是父亲这个是怎么回事呀 那么高的工资找保姆还找不到 他父亲又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这段时间他就想着在家好好地看一下 所以他就接着再去找保姆嘛 甚至呀 他的母亲都不愿意告诉他 这是什么原因 他女儿回来之后就决定啊 自己亲自去家人公司找保姆 然后自己亲自看一下 他的父亲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工资呀 当时还是给到八千 他女儿想呀 如果人家愿意的话 如果他父亲满意 那么涨到一万块钱也是可以的 自己就挑选了一个50多岁的阿姨 阿姨来到他们家之后 也是非常的熟练 非常的专业 在侧悟着他的父亲 因为他的女儿白天观察得非常仔细 也没有发现父亲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呀 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 人家那个阿姨直接找到大爷的女儿说 你父亲这个要求呀 我实在是做不到 这次呀 大爷的女儿非常的好奇 说呀 你必须得把这个 我父亲这个情况给我说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的工资呀 你能干几天 我就给你截几天 然后他保姆呀 实际上还是不想说 他的女儿呀 一再的请求说呀 你给我说一下吧 我看看能不能想个办法 跟我父亲沟通一下 人家一看呀 这个女儿心也挺善良的 就说了呀 你父亲必须要求我晚上 就是打地铺 睡在他的床下 只要他半夜睡不着翻身的时候 我就得立马起来 给他按摩腿 给他捏光胳膊 直到他睡着为止 只要你父亲醒 我必须就得立马起来给他按摩 陪他说话 但是呀 你母亲就在旁边躺着呢 并且你父亲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不穿衣服 就这样呀 不穿着衣服 让我给他按摩 我呢 提醒过他很多次了 让他穿着睡衣 但是你父亲就是不同意 他说呀 他穿衣服不舒服 就得光着身子 让我给他按摩 我觉得这样太尴尬了 毕竟呀 你父亲和你母亲 都在床上躺着呢 让我躺到地上 并且还不穿衣服 这样呀 有点让人感觉不太合理 我并不是说 建议我自己睡在地上 我只是觉得呀 这让每个人 都有点受不了 毕竟呀 人都有自己的隐私空间嘛 你母亲也不想这样 但是他没办法 又说服不了你父亲 请你好好地给他说一下 如果你父亲 没有这个要求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 可以照顾他的 如果呀 他一再坚持 有这个要求的话 那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实在是做不到 我觉得呀 我才那么年轻 我也不愿意去挣这个钱 虽然你没工资高 但觉得呀 这样的钱 对我来说 挣的有点侮辱我的人格 这女儿一听呀 父亲竟然有这么荒唐的要求 她也没有想到呀 然后就赶紧找到了父亲 给父亲说开了这个事情 母亲呀 这个时候竟然哭了起来 说 你父亲已经让我 都无法忍受了 更别说人家保姆了 我现在真的是 想和他离婚 过了大半辈子了 两个人从来 没有发生过争吵 没想到年老了之后 他的这些行为 让我实在是受不了 你好好和你父亲 说一下吧 现在人家保姆 从男家辞职 走了之后 就说你父亲不要脸 太过费了 这个时候呀 大爷可能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了 低着头也不说话 经过女儿的一番劝解呀 他也知道 自己这种行为不太好 你们觉得 大爷这个过敏要求吗 其实呀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隐私空间 不管是保姆也好 还是自己的妻子也好 我觉得呀 这让三个人 每天晚上出在 一个房间 并且啊 大爷还不穿衣服 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是谁呀都受不了的 不知道大爷 能不能明白 自己这种行为 有点过费 对于这件事情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觉得 赵大爷这个要求过费吗 喜欢我视频呢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 助理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